《神中科》 早晨 欢迎大家收听《神中科》《燃亮世界》 今天是2月25日 题目是《冠冕上的星星》 经文记载在《但以理书》12章3节 《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 《那时多人归以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你是否一生都在侍奉主呢? 或者你认为自己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因为你一直都在履行身为上帝儿女的本分 但估计你都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自己总是觉得还是缺少了些东西 心中的空虚似乎一直都无法填补 是的,我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想法 我都一直在寻找答案 你感到空虚吗? 你是不是发现很难填补心中的空虚呢? 有一位牧师曾经在一次正道士这样问 尝试向主祈求一个生命 求祂使用你作为工具 将那个生命交托给祂眷顾 那你就会因此而得到满足了 可能这个就是我正在寻求的回应 于是我开始每晚为一个生灵祈祷 但是我很担心 因为我对于如何赢得人心的事毫无头水 我并不擅长于帮人查经 甚至连解释最基本的概念都做不到 在尋试的时候 我想起了我妈妈在我幼年的时候 一直告诉我听的说话 她说 不管你去哪里都要将耶稣带在身边 因此我坚持遵循圣经的规定 特别是在食物的选择和安适日的遵守上 在求学的年间 这些观点尤其重要 我的同学每餐都想请我吃一些有猪肉的菜 但我都温和的一一拒绝 同学们对我总是避开星期六的课程 也感到很困惑 连教授们都威胁说要开除我 即使在这么艰难的时期 我仍然坚守我的信仰 完全不知道我的生活方式 其实已经引起了一个朋友浓厚的兴趣 我朋友总是对我的言行感到好奇 我告诉他 这些都记作在圣经里面 但是我没有办法为你指出这些经文 是出自圣经的边章边节 于是我邀请他去教会 让他可以从教会得到问题的答案 他很开心跟我一起回教会 后来他在某次报道会期间接受了洗礼 我的心真是感受到全然的满足 正如牧师所说 赢得一条生命就能填满人内心的需要 事实上这样的经验令人欲罢不能 这个就是我接受上帝的呼召成为报道士的原因之一 我对于要怎样引领一百个人来认识基督感到十分之好奇 但如今我希望在我的官面上增加更多的星星 我希望可以看到这些星星好像红宝石和鑽石一样的闪耀 以上是菲律宾总校区第五十七届报道士 麦拉索肯提拉肯提的分享 今天的神中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